然后呢 九月份开学 我就到学校 开始了我的学生的生活 然后从一个粤语走向了专业的道路 那个专业的道路是武藤美术 你的老师是怎么样啊 你现在回想起来 你的同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七九年 你学的专业是什么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那个学校呢 上海呢 有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你大家都知道 北京有的中央美术学院 杭州有的浙江美术学院 西安 南京 都有美术学院 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 上海就没有一所 高等的美术 学院 我们那年只有两所学校 招生 一所是上海房子 专科学校 一所是上海清工业 专科学校 唯一的这两所是 大学 之类的 公益美术学校呢 公益美术学校是中专 上海还有一所学校 就是 上海美术学 学校 大家都知道 陈叶飞啊 那批人都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他们 上海美术学校和上海清工业 就是我读的那个学校 都属于清工业局 管 他们那个年代 但是一个是中专 一个是大大学 那是吧 我报考的当案 我们那时候都想读大学嘛 就进了那个学校 那个学校呢 也就成为了 后来 大家都知道的 是 中国或者是上海设计家的摇篮 有些人还称呼他是 上海的第一期 黄埔军校 就是设计界的黄埔军校 就在这里面培养了 上海 因为以前中国没有 没有是 真正的设计人才 以前我们都是叫 公益美术 或者叫 实用美 实用美术 对 没有真正的设计 真正的设计是中国是 从80 80年 才起步的 那你们是全国最开始的起步 对最早的 那个这个是不是跟上海的工业的发展有关系 对对因为 80年嘛 应该说改革开放这个号角已经开始吹响 所以 你讲的词很像 那个 海绑爆的词 对对对 我想我的说话的那种用词和当时的 这个历史款境尽可能吻合一点 好像现在很多人是 用另外一种说法吗什么春天来了的 对 对对对对 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 这样更好听点 就在那个学校 我学到了 就是 很多 设计方面的知识 尤其 80年我们学校也 又去 创办了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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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以前 人家听都听不懂什么叫工业设计 实际上就是 我们现在 大家 大家所说的 产品设计 我是第一个 在我们那个 年代当中去学习工业设计 进入了工业设计 学习了 学习了产品设计 在那个年代来讲 这个 能够 开始 接触设计 学习设计 尤其学习 工业设计 在设计界当中是 在中国的设计界当中是 应该说是 非常早的 一批人 我记得我们还 参加了 两个展览 第一个是 好像是在80年还是 对应该是80年 我还参加了 第一届 首届还是叫第一届 全国 广告包装 设计大赛 我们 学校还得了全国第一名 当时的 中央工业 好像是第二名 浙江米院 第三名 后来呢我们又参加了 应该也是80年的下半年吧 在山东济南 举办了六省 一次的那个华东 广告包装 那个那个展 我们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我当时 作为一个学生 还有好多件作品都能被选上 是很不容易的 其中我们刚才 还提到的 你还问的 这个是个什么设计 就是那个一个打字机 打字机的那个设计 那个作品 当时 作为一个学生 能够用手工 做出来 能够画出来 今天大家看到 并不稀奇 因为电脑可以 几分钟就可以出来 但是 就是这个吗 对 但是你看 他里面的每一个字 全都是用压醉笔 这样 写出来的 这个几百个字 通过这个色彩的渐变 能够 能够这样 做出来 当时老师看了我这个设计稿 都认为 这个是不可能 做出来的 手工 能够画出来的 我们做到了 所以这张作品 当时在上海 上海的解放日报 整版的也做了一个介绍 上海电视台 也做了一个 重点介绍 你要知道 当时的上海电视台 一天 只有 七点到九点 两个小时 也没有像现在 有那么多电台 就这么一个电台 一个 中央电视台 一个上海电视台 就两小时 两小时当中 要花很大的时间 做 新闻啊 等等那些重大的 这些节目 能够 把这个作品 从下 这样 我还有这个印象 随着这个字 往上这样 摇上去 这么一个镜头 很不容易 当然我也 拍了 一个 一秒钟的一个镜头 一秒钟的镜头 对 所以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也出版了这个作品 你想作为一个 学生能够被报纸 电视台和 出版者 这样介绍 你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创意呢 这张 作品的创意还得益于我的 同班同学的 也是我最好的一个同学 邓康的帮助 他现在人在哪里 他很 很不幸 他在 95年就去世了 好 那我们正好可以借这个节目 来经历一下他 对因为 他 是我们班级应该说是最优秀的一个 一个同学 而且 他的外公 就是他妈妈的父亲 也是大家都 很熟悉的 马应初 就是人口 那个 被大的校长 他是马应初的外孙 他妈妈是外孙 对对对 他爸爸 和他妈妈 都是英国留学生 他爸爸 回来了以后呢 就在上海科技情报所 做二级工程师 科技情报所大家都有一个误会 实际上科技情报所不是搞科技情报 其实是科技图书 科技信息 对你讲得很好 非常准确就是我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关系能够进入到 科技 情报 去可以看到一些 外文 杂志 那方面的资料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整天往这个情报所去跑因为 外文杂志很多啊你看不懂但是你可以在里面翻一翻对你完全不同的感觉 因为 以前我们能看到的都是那些 红色的那些宣传画 根本就看不到国外的任何的一件资料 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 接触到一点点国外的信息 尽管 没有 太多直接的信息 但是我们多多少少 还能够 这是你后来的 这是我毕业的时候 做了一套就是男用化妆品 大家想在 八十年代初 上海郡馆 在全国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城市 但是在那个年代 除了有个别 人 家里有海外关系 可以起来一点 口红 香水 基本上那个时候没有化妆的概念 我那个时候 我可能 思想 相对说比较 比较活跃一点 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 这个化妆品 而且 还不是做女用的 还做了一套是男用的 我认为男子也应该要 那是八亿年 那个是八亿年 八亿年 所以这样呢就 我完成了国内的 这样的一段 这个有意思就是这个是我们呼应到了吴关中 先生跟你讲的 你要搞好美术 也要了解素理化 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你进入了上海科委的 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 实际上你一个意义上那是个图书馆一样的 大量的语言版的 语言版的慰问杂志 我们当时教我工业设计的老师吴主词 他还用我英语在同学当中还算比较好的 他还希望我能够 帮他 做一些外文方面的翻译工作 能够到情报署去 找一些资料翻译 那时候你知道 找到资料能做一点小翻译 哎哟就在学术界 就不得了了 所以 那段经理 也帮助 我开拓了那个视野 看到了一些 国外的 那些 我在国内不可能在那个年代看到的东西 尤其对我们搞设计的人来讲 这个眼界特别重要 这个一个眼界一个品位 但是在这个阶段你的父亲母亲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我父亲已经早就过世了 我父亲在77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 文革一结束 他已经 顶不住了 他已经过 已经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 就像我前面 讲到的 无论是搞舞美也好 搞展会设计 后来读 读大学设计 学设计 学美术 都是 都是靠自己了 你这79年80年 这个后来 很快大学毕业以后 你分配到什么单位呀 我们分配呢也是蛮有趣的 我们那个年代还是分配的一个年代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新疆人 这两个专业在 这个民族当中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地位 这个 一直 对我印象很大 我以前 在读书的时候 一直在 做这么一个斗争 我应该去学医呢 还是应该去 你还想过当医生 因为我妈妈是医生 所以我妈妈从小就是希望 我爸爸倒从来没有 就说你一定要继承 医术 我妈妈倒是有那么一点心 希望我能够学医 所以我在从小 在被 睡在被 那个 我里面就 我妈妈就会 读 那个十万个 为什么 就让我 了解熟悉各种 那个 自然科学 在我 还没有读小学 的时候 我就印象很深 我妈妈 就 教我打针 教我怎么消毒针 那是吧 这些 医学尝试 所以我倒是 真的在这两个当中曾经 有过 但是事实上我认识一些 艺术家或者是艺术收藏家来自于东南亚的 东南亚的 我当时很奇怪 他们很多是从日本学医的 这个医学和这个美术啊 好像有某一种关联 对 对这个可能就是 大家都 比较熟悉我的其中有一门艺术 就是我 今天也一直在关注在探索 在实践的一门艺术叫生物艺术 可能后面你会提醒 后面我们再讲 那我们这一届能不能把您在上海的经历讲完就是 最后怎么决定分配然后准备 怎么决定留学 当时大家都想 也不是说大 都想 但是大部分同学都希望能够留校 我也是其中一个 因为我成绩也比较好 你要知道国内的留校不留校 不是完全取决于你的成绩 或者你在学校的表现多少好 而是 有各种特殊关系 但是由于我的读书 读的比一般的同学好 又是三好学生也是五好学生 呃 又是班干部 所以呢 他们的分配很有技巧 他们只是 帮我分配的 到一个叫市纪部 1050研究所 而且在上海最好的一段 恒山路 渝青路 是 最好的一个地段 这样的一个保密单位 在那个年代 你能够分配到中央 直属单位又是个保密 一级那个单位 应该说是给你分配的 非常好 但是 这个单位你讲的是一个军用的 跟我这个专业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分配它 它是按照这个级别来分的 所以我当时一进去 是先到这个单位去做了个报道 到那个单位去工作 比较有幸的是 83年来上海 成立了 就在筹建啊 应该应该准确说 在筹建 那个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就是 建国后的第一所 高等美术学校 这个大学的筹建 你想 上海美术界有多少人啊 我别的都不说 就是说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 去报考的人 我们想你看 总共只招几十个人 这么 一个班 有一万两千多名的 考生去报考这么一个专业 那个准考证 警发了 六千五百张 你看在这么多人当中 只有几个人能够录取 你想 当有这么一个大学 要创办 多少人能够 都想能够能够集进去 成为 那个这个学院的老师 我很有幸 在84年 能作为第一批老师 能调进去 当时整个教师编子 一个学院连院长 副院长 系组论家屋上 我们老师 总共教师编子也只有17个人 就三个系 油画系 国画系 还有一个我们那时候叫公益系 这三个 三个专业 三个系 我们的院长 还是从北京中央美院调过来的 是刘树的一个李天祥 和他太太 赵尤平 调到 那个我们这个 上海来做这个学院的院长 所以我很高兴能够 成为 最早的一批老师 进入了上海大学 是考日的还是 那时候也是 就是 就这样被掉落进去 已经毕业了 已经毕业了 进了那学校 有趣的是我 刚进去的时候也是 这个都是平行的 我正好碰到了 我爸爸 国立一专的同学 已经有40多年都失去联系了 他们从美国 因为改革开放了嘛 他们从美国到 回到中国 以后 来放轻探游 碰到了我们 住在我们家 一段时期 你知道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在那段时期是上海 出名的 叫出国 潮 大家都想出国 那我也是其中一个 也想出国 他就成了我的 当时出国有个条件 需要有经济担保人 就他就成了我的经济担保了 想一想能够成为你的经济担保人 现在想一想你也已经在美国了解这么多了 是很不容易啊 对 很不容易 那是真的很不容易 不是你像现在 比如说你从中国到美国的留学要当一个经济担保人 一般都不敢的嘛 对对对 这是一个多大的 一个现实的法律责任 对他里面有几点啊 第一个是 第一个 那个年代 国立一专在那个 三四十年代接下的右倾 第二个是他们回来也 看到了我父亲已经过世 再加上我们家的 这些一些遭遇 那段经历 在我想第三个他们还是对我 蛮有信心的 我想几个因素嘛 他们愿意做我担保人 就 我那时候正好有两个机会 一个我已经进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一个出国 我还是最后选择了 就在 已经进了学校 但是我还在积极准备出国 积极准备出国 就是放 后来就是85年出国节就放弃了 在藏大美院的 这个工作 工作聚会了 你在上海 也不是聚会 我已经在里面工作了 但是你这已经开始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一年了 你学校没有给你 谁知什么障碍 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当时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副院长 我跟他 谈的时候呢 他说我们已经 把你作为 培养 因为那时候年轻老师没有几个嘛 已经 作为我们学校要送出去 读研究生的 已经排在计划当中了 希望你能考虑 但是呢 那个年代大家都想出国 我跟他讲我还是 想出国 所以我们当时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 停薪留职 出国 所以我的 编子 一直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后来我回国 进入 华东师范大学 我的档案材料还在上海大学 档案馆 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 人事处还要出函 到 上大 那个档案馆去 掉我的材料 所以我的编子一直在里面没有 取消掉 所以在这样的 我成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第一个 出国的 一个老师 但是那不是公判的 是自费的 对自费的 因为 说实在 当时大家 都知道能出国 很不容易 出去 尽管是 大家都不说 但是大家都心里 都明白 如果在国外能 发展能留下来 大家都会选择 留下来 那那个时候你出国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妈妈是 怎么想你这个事情吗 哦我们全家特别特别的高兴 因为 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 我父亲的这个经历 再加上我 母亲当时 本身也准备出国 后来因为我父亲的回来 所以他 一直 希望我们能够小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 能够出国这样的机会 对我们 全家来说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 一件事情 就讲一件 你比较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 当我去准备 办 签证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除了北京 有一个 大使馆 上海那时候 刚建立的一个叫 领事馆 总领事馆 所以南方的人基本上都到 上海去办签证 那个年代 那个 那是一个百合征流的一个年代 那个领事馆就像 就像一算通向天堂的一算大门 在门口 那是人 人潮汹涌 无数的人都在那里 准备着 能够能够出国 都在门口打听消息 怎么能办出签证 因为 那个时候每天能办出签证的 没有几张 但是去 办签证的人 都是 我都 做不出准确的数字 至少有 几百个人 相当 多的人去 去办 出国签证 我去办签证的前一天晚上 我姐姐 五点钟下午五点钟就去领事馆排队 那么早去排队 他还排到第六位 前面还有五个人在他前面 那是 那是一个 多雨 在上海啊 黄梅 上海一个黄梅 雨的 这个多雨的一个季节 一个多雨的一个季节 我姐姐 我姐姐 我姐姐冒着 清盆大雨 我一定要争取 能 在这个几百人当中 拿到签证 我就 就跟 跟着这些人 排队的人就 进入临时馆 去办签证 因为你姐姐是代替你去排队 对 带着我排队 你为什么自己没去排 因为我姐姐想给我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嘛 精神状态 都想排在前面点 那个时候 我去排队 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在那个 一排排 那个时候都是一排排一次 我是坐在第1排 前面三个进去 办签证 就一个屏风 三个人在里面 办签证 三岁 舱子开着 办签证 我们能听到 办签证的声音 领事馆的人声 声音都很高昂的 办签证的人声音都是轻轻的 15分钟 你就看到这三个人 脸色发青 苍白的走出来 我们就知道 这个压力好大 都没拿到签证 我是 后面三个进去 我进去的时候 我正好是当中一转舱子 我走进去的时候 这个领事我还很幸运 是个总领事正好带人家 这个总领事还在整理 头低着还在整理前面的 那个没被 牵出的人的材料 还在整理 所以他没有看到我 已经走 已经走进去了 我看着他的时候 他 头顶对着我 他的头顶上面还没有头发 你说我印象特别是 看着我 那我也就看着他 你知道大家那个时候 做心情都比较紧张 但是呢 我就 他就 尽可能想 因为我对美国文化有一点点了解 那个幻灯片 就是我们搞的设计 就像你看看 刚才看到的 就展示给他看 哎呦他 很开心 一张张问我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 然后我一张张的跟他解释 这个是package design 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再跟他解释 他很高兴 然后他就 看了我 那个 申请的表格 办签证的 他就其中有一蓝一看说 哎 你父亲 去过美国 我说对啊 他说哪年去的 我说十三年 那被 四十年去的 他说他现在怎么样呢 我就跟他 说他现在已经过去了 哎呦他马上 这个心情就放下来 就从眼睛看着我 他就 就说 Welcome To United States 哎呦 这个 这个场面我就感到 真的很 难以磨灭的一个 一个场面 就是他完全就好像感觉到 你那时候像自己人一样 那种感觉 所以 我就很顺利的 拿到了签证 这段经历 也是 比较有 这跟你还是有一个时间 他是通知下午去拿护照 但是 这个签证你已经告诉你了 你已经 通过了 通过了 哎呦很不好意思 你流了那么多累 我真 哎呦 我当然你看到我姐姐看到我 拿着签证的这个表情出来 他当时就跳起来了 这真的很高兴 哎呀 所以我们家 呃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出国 呃 很多人就会问 哎 你为什么要出国 我没有别人那么远 那高大的 远大的这个思想 因为我们当时出国的 我的 出国的这个 实际上很简单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想沿着我父亲曾经走过的脚印 在 去美国 不同的之处是我当时内心 希望如果我能够在美国发展 我能够留下来 是我的梦想 但是这句话当时是 不敢说的 你当时恋爱了吗 结婚了吗 当时 心里边应该说埋着 埋着一颗 对我现在太太的那个 那一份 那一份情的 这么爱的那份情 但是 没有真正的 就是 就是很正式的谈恋 就是 这样 我就是离开了 离开了中国 但是你离开中国那个时候是自会的 你有没有考虑到你到美国这栏 上路是很不容易的 没钱 你有钱吗? 没有钱,因为当时呢 确实 第一个 我们对美国的了解 是 是很少的 尤其 很多人那时候 有一个错误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误区吧,认为美国 遍地是禁止 我记得我们的飞机刚刚 着陆美国的那个领土是我们第一点是在旧金山 所以我们出来要休息一下 我那时候的 第一次踏上美国的领土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是不是到处都是精子的地方 真是 你是吗 所以对 尤其我们那时候都是个 我也算是一个半个 书呆子 对这个经济 没有概念 而且我们出国的时候 每个人 只能带40美金 一分钱都不让你 多带 我 这里面我印象还很深刻的 是 我妈妈带着我 到外滩那个外 外汇的那个 管理局 管理局去换外汇吗 当时拿着签证 拿着 那个 我们那时候还要一个单位的一个证明 还要一个是户口吊销 我们出国还要户口也要吊销掉 三个证明 去换 我妈妈还拼命的求他们是不是能够多换20美金 不行 我们 到了洪桥机场 进入海关 我一进去 第一件事情就是海关 他就叫你拿出 换汇的那个证明 他拿着 一张20块钱 上面都有的号码吗 他都对号码 是不是 换给你的钱 10块 5块 4张1块 4个 那个 那个quarter吗 就是 就是非常严格 你一分钱都不能多贷 而且每个都要对号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 出国 就是40美金 但是你那个时候 灰机上是不是都是跟你一样的 处境的人 我的处境还算比较好的 因为我坐在我旁边那个女孩子 我的印象 很深刻 第1个 我们的时候起飞 大家都很高兴的能够拿到签证 到美国 但是在机场上 在送别的时候 是一片苦生 一片苦生 这个场景 就是这种 悲喜 这种 交着在一块的 这种很难说清得出的这种感情 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子 在我们起飞 的时候 她的心情也是 就像我刚才描述那样 但是 起飞以后 她是一个比较 性格还是比较活泼的 她就主动的跟我搭讪 在说 在聊到后来的时候 她就提出 我到美国 她说 没有亲戚朋友 有没有可能 你能 因为她知道我的经纪担保人会来接我 是不是有可能 把她带到市区去 我的条件 我的条件比她要好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我有人接 我能在我经纪担保人家 住一个晚上 很多在飞机上的留学生 到了纽约 第1个星期 他们的 住所就是在地铁站 或者在什么地方 根本就没有 这个 条件 有能 给 住到人家家去 第2个呢 我呢 还比较有幸的就学校给我一定的那个反弹效益 就是我能拿到一部分的那个钱 你是从旧金山转飞机是吧 实际上是同一架飞机 他就在旧金山停一下 加油 然后 就再飞到纽约 没有 没有变 换飞机 那时候中国也就 唯一的这么一家 77飞机 而且是从美国 买的是 那时候还是买的是一家旧的飞机 这是中国当那个年代唯一的一家 77飞机 所以呢 我应该说 比 跟这些学生相比呢 我的条件还算 好一点 因为 我当时出国的时候就是 我的担保人 他就跟我 提了两点 第一点 很多中国留学生来了 美国以后呢 他们第一个就是 会考虑 中国人因为语言文化都相同吗 会考虑住在一起 什么地方买东西便宜 这个地方容易 容易找到工作 我 经济担保人 就是说你一定要到一个没有中国人 的地方 去 去读书 所以我去 选担的第1 说是到那个苏尼 奥斯维格 去读 整个城市都没有中国人 我去的那个学校 而且呢 还是住到 宿舍里面去 我那时候没钱 跟学校申请 一些 都要用光 就是因为 要住到 宿舍里面 跟美国人住在一块 而且还跟 美国人吃在一块 所以这个负担从刚到美国人来说是 很大的 但是我 经济担保人 就是给了我 提出这么 一个 一点 一点要求就是 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这个对我来讲 非常 智慧的一个 一个字典 让我 一到美国 就 比较早的 比较快的 融入到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 好了 这些故事我们可能可能未来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可以展示出来 因为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很难想象 你那一代时候的留学生的处境 对对 40块钱怎么花 因为时代不同了嘛 现在国家也强大了 经济也特别好 现在的 学生能到美国来 真的应该珍惜 这么好的 那个时代 给你 今天我们本来一个小时 这个节目已经 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时间 我们只能把这个节目还是要变成两集 进我们边的 今天只能到这个地方 已经我们讲了你看 这么长时间 那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再来听你讲 到美国的故事 那个时候则是你真正的专业上的一个 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也对啊 也是人生 或者在艺术上也是进入到了 后面 对 那个时候 希望你带来的一些族品 有一些族品的记录吧 到时候给我们展示出来 给我们看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联署